失智症是近年讨论度相当高的话题 统计目前台湾失智人口超过了37万人 预计到了2040年的时候 更会多达到70万人 因应9月是一个国际失智症月 失智协会就举办了特展 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失智症 他 我就会想要照顾他 随着歌曲旋律跳起舞来 让人感觉到彼此间的感情与浪漫 自从先生罹患失智症已经15年 多年来他们也一起携手前进 平常我有安排一些课程到那个共造中心去 去失智据点去上课 健身房的课那个课很好 我会陪他过去上 失智正月特展除了透过互动理解失智症 展间也呈现了不同失智症家庭的故事 当身边亲爱的家人罹患失智症 又要如何的陪伴照顾对方 就是我们其实希望不要只有一个主要照顾者 因为他的照顾可能会比较容易 比较负荷会比较沉重 然后还有就是走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遇到其他的家庭 你现在正在走的路 别人可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透过家庭跟家庭之间的力量 然后其实是可以帮助他有更多的一些技巧 失智症发生时思考及表达都会受到影响 内心的冲击也相当大 情绪随之产生 家人除了陪伴之外 也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身心状态 毕竟生病的时候 都会比较想到这些比较负向的问题 会变成这些负向的联想 是想着我跟你 所以就是那个最贴近的人 反而他最常投射的对象 那其实是一种依赖 需要帮手 需要资源 好 有力哦 走出家门对失智症患者及家属都非常重要 建构对失智症友善的社会也如此 目前威福部失智症政策纲领3.0逐渐成型 预计会在2025年上路 也期望让失智症家庭在社会上更能有所安放 戴爱新闻林家珍 简缘及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简直到这里